胃酸逆流呢 其实一般人来讲 就是只是说胃酸逆流就是胃的病 胃酸昏泌过多啦 胃什么样 那中医病不这样看 所以真正要把它根本治疗 而不是说只有胃酸逆流 就吃一个自酸剂 胃酸逆流如果引起胸闷 那是你心脏心肺功能不够强 所以胃的营养 吃下去 你如果血液循环不好 血气流通不好 它的带动力就不够强 带动力不够强的话 你食物跟喝下去的水 留在胃里面时间会久 那很多人也了解说 如果像肾结石 肾脏有一点堵塞 肾脏的排尿不好 那么这个呢 它也会引起胃酸逆流 为什么 它的 我们要知道很多人 如果有肾结石 它会常常胃胀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的排尿系统 就是排泄系统 就是会让你的排泄变慢 水分代谢变慢 它也会把水分堆积在胃里面 胃肠里面时间变长 所以胃酸逆流 不要只注重你的胃 而是要注重你的这个原因 或者是周围的原因 把它调理好了 你自然胃酸逆流才会乖乖的根治 现在我们看看 致酸剂有很多是铝鱼 它可能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阿滋海默症 如果你偶尔吃一两次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长期吃这个 有含铝的这种致酸剂 你可能会发现 你脑筋为什么思想比较迟钝 比较慢 或者怎么样 你要小心 你长期这样吃下去 你脑筋可能会得阿滋海默症 就是说你的脑筋会迟钝下来 很多人在吃饭 好像在赶什么时间 一下就吃一碗下去 你多咬几下 尤其是那一些回胖的人 为什么他会回胖呢 就是因为他吃不太快了 他好像怕什么吃不够饮 我们吃饭的时候 口水一直在分泌 你一定一口饭要多咬几下 我相信胃酸逆流病 不是一个很难治的病 但是假如你懂得调解 那你马上就会解除你的痛苦 胃酸逆流 其实是会让你的头脑腹腹腹的 所以要小心 看下来 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